孟佩老师 我是一名创作者 所以我想 现在和现场的男嘉宾 做一个游戏 就是《故事接龙》 然后我起个头 下面请男嘉宾来 往后接这个故事 《故事接龙》 他是想要考验 大家的脑洞 是否跟他同一频道的 那你起个头 在腊月寒风的北京 我得了重感冒 然后满怀心事地 参加相亲大会 担任女嘉宾 好 就这样 你是要他们 按顺序来往下接纳 还是谁想起来 说都OK 从6号到1号吧 我觉得这样好 要有压迫感 6号开始 不要紧张 就是那个 就是 你就是 我还接不下去 那没关系 可以先下一位 来 5号 我是以你的口吻说的 我得了重感冒 是因为我刚刚 跟我的前男友分手 我为了疗伤 才来参加这个节目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我来到这个节目的时候 发现 哎 导播竟然是我的前男友 好专门的剧情 我在此刻看到前任 我特别想给他两成 但是我突然间 又擦肩而过一个男嘉宾 竟然是我曾经小说里面 写到最喜欢的一个男主角 竟然活生生地出现在眼前 真的是自己的天菜 哇 棒棒打 我决定留下来 我要争取我的爱情 忽然我又转念一想 在我得重感冒之后 我去了趟医院 碰到了张医生 哎 张医生好像还不错 我猜到了你的职业 这时你把头一篇 发现了铅河酱油房里 有一个一号男嘉宾 他真的好有趣呀 好可爱 既然是做游戏 金沙参加了 我觉得我也应该参加一下 对吧 反正都是玩嘛 想到万幸 前两天见到的那个张医生还可以 至少他给我开了999感冒龄 暖暖的 很贴心 业务水平可以 暖暖的 很贴心啊 特别好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做编剧了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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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